国家掠夺器官作者应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邀请来台揭露 中共强摘死刑犯以及法轮功等良心犯器官恶行 并协助推动台湾的相关立法 全台湾最大的律师公会台北律师公会 今天特别邀大卫麦塔斯以及大卫乔高等法律专家 以及医学专家进行语谈 专家们说明各国纷纷立法遏止境外器官移植的旅游 以及国际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现况 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并在会中率先宣读 经过礼监事会通过的公开声明 标态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被称是法律界的人权异局也是创局 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地区去接受器官移植 反而成为中国政府强摘人体器官的帮凶 台北律师公会邀请国家掠夺器官 五位作者座谈 并宣读国际上第一个律师公会 公开表态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声明 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因政治宗教信仰 而被关押的良心犯 并呼吁台湾及各国政府立法定法则 禁止仲介病人赴器官来源不明地移植 两位资深法律人士 大卫·乔高大卫·麦塔斯表示 他们透过50多项严谨证据追真相 其中包括台湾病人赴中国移植案例 4 more sets of kidneys were tried out until the 8th set of kidneys worked were compatible he's now doing fine but as you can imagine eight human beings probabl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t least some of them have been killed murdered if you like 台北律师公会大动作发表反中共火灾声明 并转发多个人权团体 但是日前北京方面竟对工会施加压力 人权律师朱婉吉表示 是一个A4的纸却引起了对岸来自北京的关注 我觉得律师公会大有可为 八成八的台湾病人跑到中国大陆去换器官 这个恶名我相信如果我们没有适当的立法的话 我们法律人实在是太讲不过去了 会场上多位资深律师专注聆听 马来西亚以色列的医师也表态反对中共火灾器官立场 到场的还有前律师公会理事长立委尤美女 以及立委黄文林也出席关切 五位专家明天将参加卫生署支持的国际研讨会 进一步向台湾各界进行说明 国际立法趋势并对台湾提出谏言 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一豪 陈真 台湾台北报道